我们来了解下一队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李先生39岁来自湖南自由职业者 蒋女士35岁来自湖南兼职驻唱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老位 今儿来的目的是什么呀 今天主要是我妈想让我来 第一 她是特别喜欢赵老师和图老师 你们两位 就特别喜欢这个节目 就是说喜欢我们的节目 然后加上就是说 不想看我在家里不开心嘛 就想让我们来上这个节目 得到众位老师的一些意见 行 咱就说说吧 怎么了 最开始她和三五个朋友要去开酒吧 本身当时我是第一个不同意的 我说你去冒这个险 她就是坚决不同意 就把钱全部拉走了 当时还得给我落离婚 就是在投资上面 可能夫妻俩有分歧 是这意思吧 投资吧 我老婆这边她一直不同意 但是在我个人的立场 因为我也是做这个经营圈的吧 当时我的那个身份 她就是一个操盘人的角色 我觉得这个投资 谁能够保障 所有的投资都是挣钱的 主持人我跟你说吧 是这么回事 当时我是说 你要投资是可以的 但是咱们有一个家庭 你上有老 下有小的 你得余出一部分钱 来维持这个家庭 多余的钱再去拿去做生意 都没问题 她不同意 行啊 亏了就亏了呀 但是得重新振作起来 对吧 她现在我跟你说 她每天在家就喝酒 对这个电脑 等一下 等于这次投资失败了 是 是这意思吗 是的 所有的积蓄也都折头光了 是这意思吗 一无所有 她每天坐在家里 就在电脑面前喝酒 然后创作 她所谓的创作 就这样 不是什么叫我所谓的创作 我那叫自我增值 你在学什么呀 研究一下音乐制作类的软件 然后研究一下AE和PR这一块 剪辑啊 飞变软件 还有那个C4D 3D制作软件这一块 那你也得看一下 你目前的那个生活状况呀 对不对 你整个家庭你得要顾呀 其实这个里面 我老婆说我有点颓废吧 其实也有那么一点 因为这两年确实 除了投资失败 没有钱之外 也是有点血上加霜 因为我父亲这个身体啊 发了一次严重的心脏病 那次病危 在上海进行治疗 然后后面两年 每年发一次脑溢血 两次都是严重病危 进了ICU 这也不压力比较大了 所以压力挺大的 家里房子也给卖掉了 真的是血上加霜 您说说的这个 他是不是更应该去上班 更应该积极一点 面对生活 而不是消沉在家里 是是是 说得很有道理 道理吧 是真有 但是呢 想从这个消极当中 一下子站起来 我也不是那种 完全消极的那种 对不对 我还在自学嘛 我始终觉得我自学没有错 那现在家里的这个收入 靠谁呢 我们暂时都没有收入 然后我看他没有出去 我就这么说 我说我出去上班 反正孩子现在 有我妈的管着 他不同意 他说我出去抛头露面 既然说到这一块 您说我这个 不愿意让你出去 十几年前 小年轻啊 抛头露面 登登台啊 唱唱歌啊 画个漂亮的妆 都是俊男俊女嘛 大家走出来 都还是有人愿意看 但是现在你小孩子都九岁了 你跑出去 而且你老公在家里这个状态 别人只会觉得 我在家里吃软饭 你认为你吃软饭了是吗 那你就出去啊 我没有说我不去工作啊 我可以来吃这个软饭 你得给我一点时间啊 我在家里 我可以来吃这个软饭 你可以吗 不吵不吵 你们房子卖了以后 现在在哪儿住啊 跟我妈一起 关心好吗 说到这个吧 我跟你说吧 就我妈有时候 刀子嘴豆腐心 说你们俩都年纪不小了 也该出去闯闯了 每次跟她说的时候 她直接不回应 回手把门一甩 晚上找我发脾气 我觉得 你是我老婆 我当然只能跟你说 我没有理由 去跟一个长辈争论 因为他们不了解 我这个东西 但是她是为了谁好 就不希望我们两个 变得消沉 希望我们积极出去 面对生活 去挣钱 这个什么不对吗 不是 我是觉得 你应该有义务 去给你的父母亲 去解释清楚 我为什么会在这个家里 你现在这种状况 你让我怎么去解释 天然会掉钱下来对吗 那我问问 你们俩就是 在酒吧相识的是吧 在酒吧都在铸唱还是说 当时我老婆是铸唱 然后我是那个操盘人吧 十年前 是吧 三十岁 结婚之后 您就不再工作了 是吧 那个时候偶尔也会 接一下商业 但是不是铸唱的那种 基本就等于在家里 做全职太太 是这意思吧 对 您一直在说 您是操盘的 对吧 对 超过几间酒吧呀 那挺多的 业绩怎么样啊 酒吧这个行业吧 你得有充足的资金 去砸进去 才能有更大的血腾 你没有那么多资金 往里面灌 新鲜点就没有 没有新鲜点 人家新开家 又比你更有新鲜感 就这样导致于 一个恶性循环 所以也没有说 亏得一闻都没有了 只是说亏得挺厉害 行 这个打击大吗 打击挺大的 那你觉得这次败 到底是运气啊 还是能力 都有个 哪个更大 可能自我检讨的时候 自我颓废的时候 可能会觉得 自己的成分大一点 等于这件事 到现在为止 你觉得你走出来了吗 应该走出来一部分了吧 没有 他天天如此 然后喝多了酒 在家你知道干嘛吗 摔电脑砸东西 摆各种脸色给人家看 我女儿都害怕 等于再有点 借酒交仇是这意思吧 有点 那您这次来的诉求 是什么诉求呢 就是我希望他 是让他出去工作 还是说我也要出去工作 我希望他出去工作 然后我也出去工作 我们俩可以一块 你出去做什么 我之前干嘛 我就可以干嘛 都已经结婚了 小孩子九岁了 难道还真的出去 在那个花花绿绿世界里面 唱唱跳 夫人的意思是 经济压力比较大 你感受到吗 因为我本人没有这种 很高的物质追求 我可以一个月 甚至两三个月不下楼的 可是老父亲等着用钱呀 闺女受教育需要用钱呀 她不着急 这个情况也是我 有的时候偶尔 那个喝酒发泄的原因之一 您说吧 我现在不去学 我现在这个年纪也慢慢大了 我能够挣到的钱 还是那份钱 甚至可能当不了很多年轻人 所以我得要突围呀 已经停了两年了 你再这么停下去 人就会越来越消极 越来越颓废 所以你着急 对吧 你最害怕的是重新做呢 还是最害怕妻子出去工作呀 我最担心咱们这个家庭 因为这些 我是最害怕妻子 我最害怕妻子 美丽的家庭 。 我的天 filled 我最后天满 最新的看衣… 我最喜欢的 我只要一样 我只能在逃避 胃儿 我最后定天满 我最后天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妻子认为你腿废 你认为我应该相信谁 其实兄弟 你即便到了社会上去四处碰壁 也比现在每天在家里面壁好 我能够理解 因为曾经的一个老板 因为投资失败 你最后感觉我没有脸面 有时候我们会感觉真的无路可走 但你突然想到还有自己坐上脚的时候 我想可能就会有自信 但你妻子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 你刚才一上来有一句话 我非常的刺耳 我早就说了嘛 我当初就告诉你们 这个事情不能做的 我当初怎么样怎么样 现在很多的家庭矛盾 就是由此引发 过去的 就让它过去了 现在的核心问题是 你作为一个妻子 你如何用自己的爱 去鼓励她 激发她 你们现在需要的 真的就是你 和妻子抱团屈暖 一起再出发 我们人不要自己找借口 找借口会永远活在借口里 提升自己 你更多的到社会上去实践 好 谢谢伯鸿兄 来 刹那老师 我小你们几岁 但是我非常理解你们两个人 现在所处在的这个 中年危机的状态当中 上面需要照顾生病老父亲 下面有 九岁的孩子 需要去抚养 非常难 先来说女士 我们女人有的时候 会经常抱怨 觉得 如果当初怎么怎么样 那就好了 可是如果当初 她那个投资赚了钱呢 这是因为她亏了 所以你说 我告诉你 你留下那部分钱 留做家用 可是如果她那当初赚了钱 她这些全投出去的 是不是就比你留做家用的 那一部分钱要赚得多 或者吧 我好多热 diverse 我的 我好多 국민 来 我来 顺手 穿过 这些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们跟着你是为什么 妻子出去要工作是为什么 不是说因为瞧不起你 是为了为这个家分担 因为还有孩子要养 有父亲要赡养 未来说不定哪一天哪个老人又病了怎么办 你们怎么生活 对不对 所以力所能及地做一些 能够支撑起你们家的一些生活 不要再为了面子 为了什么而活 为了你最爱的人而活 这是最基本的 好吗 好 谢谢小达老师 来 余老师 其实这两年下来 两个人都很痛苦 甚至对于你来讲 我们老头上指向你更多 但是你的痛苦也是最多的 其实这些年就正因为是 这些舆论的风向全部指向我 对了 才会导致于我有什么需求之类的东西 是的 是的 我理解 不出去对你来讲是一个解决方案 至少比出去更舒服一点 然后你在家里面增值学习方式 这也是你的想法 我大概理解说 你可能是希望通过上网这个情况 给自己有一个好的过渡 让自己出去稍微的能够舒服一点 不过我也有一种担心是什么呢 因为你必然是在网络上 外面的世界和网络上的感受 还不完全一样 所以你永远不出去 不踏出那一个脚步的话 我们真的想做得好一点 可能会更遥远一些 我觉得是这样的 第一 如果你要出去的话 别在周边 让熟悉的人看到你工作 稍微去一个你不认识的地方 稍微远一点的 这样的话呢 你也能够接受 我作为一个这个年龄的人 从头开始 也没有什么丢人的事 我觉得这个可以是一个这样的过渡 那么另外一个呢 目前的这个情绪呢 不能寄托于酒这个层面上 是解决不了的 在家里待两年的人 一般来讲是容易看似 好像你没做什么事情 但是容易用作的方式 去拉低别人 和自己平等 这样下一条你永远出不来 包括老婆 为什么找工作你不让出去 你怕配不上他 他跟别人走了 所以先倒一万 最终你得靠自己 一步一步往前走 你才从现在困境当中出来 谁也帮不了你 对你来讲现在是双输 曾经你自己经营的时候 外人看你 老婆相有一人 现在呢 你钱上没了 别人瞧不起你 舆论指向你 老婆今天呢 可能也会发一些脾气 突然发现 你在人生的敌骨 但只有你慢慢走上去 这个路途才会慢慢 越来越好 没有别的任何的办法 就一步一步走 第一步先出去 做什么不重要 哪怕是今天我去碰到风 了解了解市场航行 不要在那里家里栽着 这是我给你的建议 好 谢谢于老师 大家好像很维护你的感受 你为什么要来 宠他吗 宠他 怎么解释 一直都是他要求做什么事 我都愿意的 你都愿意 除了这件事 要我出去做事这件事 问你说要多长时间 才能振作 你说不知道 这可以理解 你说不想让他抛头露面 是吧 作为男人我也可以理解 现在住在你家是吧 对 是的 跟我妈妈一起 交房租 是 交给你妈 我们是租的 你妈跟你们一家三口 对 没错 一起出在 住在出租的房屋 是的 那就房租谁来付 房租还是归我们俩吧 孩子是你母亲在带 对 没错 你是女儿还是儿子 女儿 你除了出去做演出之外 你不能出去干点别的吗 也可以啊 就非抛头露面 我之前都跟他商量过 我说我可以 他这种工作 为什么你不让他去做呢 这么说吧 涂老师啊 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 咱们走过这十年的生活了 彼此真的是知根知底的 嗯 你说 他可能会为了这个家庭 放下他以前喜欢的东西 去做一个他不喜欢做的事 如果事实上是呢 不行 这也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当初结婚的时候 你看啊 我刚才开始说了 我说很多事情 我们都能理解 我们今天很照顾你的感受 内心的自尊 以及面对周围的眼光 暂时抬不起头来 站不起来 都可以理解 甚至你现在说 我没有具体的期限 你说我哪天就能东山再起 正走起来 我也可以理解 但是他可以维护你的面子 不做你不喜欢的工作 他去做普通的工作 只为了让这一家四口 能够活得下来 你不让他去做 为了男人的面子 这个我不可以理解 这个世界上就是这样的 当你在要求对方理解你的时候 而对方在为了生而活 你去阻止 我就不能理解 难道 四个人吃饱 比你的面子 比起来 你的面子还更重要 像你老公这种性格 你只软得到他 你硬不到他 他反反复复还是在强调一点 全世界都可以看不起我 你不能看不起 你既然了解他是什么样的为人 你既然也想同舟共济 你应该做的是 用生活中的细节 用孩子 在生活当中的一些表现 用自己的妈妈 在生活当中的一些感触 间接地反映给他看 我们三个女人 没有谁看不起 我们还住在一间屋子里 我们还在一起活 谁也没有放弃谁 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谁 你不能说 我跟你下命令 你要出去 你也不能信誓旦旦地跟他说 我不是看不起你 说是没有用的 你要做的是要点燃他 你要让他自己想起来 自己接受不了 自己现在这个样子 而不要老是说 我接受不了你 你老是说 我接受不了你 大家都接受不了你 他就认为我就会废了 你得让他自己 接受不了自己 现在这种状态 这需要智慧 不是顶出来 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 在生活里面 我们好讨厌 周围太吵 我们很想静一静 对不对 感谢观看 我们好认为您是否会废了 我们是否会废了 我们好认为这种状态 我们好认为这种状态 到底是什么 这种状态 什么 我们好认为这种状态 就是这种状态 我们好认为这种状态 就是这种状态 体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听了一下你学的那些软件 我们现在小朋友玩得好得很 你追不上他们 说白了就是在躲嘛 咱别躲了 你要真觉得自己有那么大能力的话 我觉得相信你能起来 人在心理上被摧毁的时候 特别可怕 是吧 佑老师 谢谢 今天回家以后就随他去吧 就是这么一个中年男人 大家说了这么多之后 我觉得他会做自己的选择 今天好像丈母娘也来了 你有话要说吗 对吧 我们不让丈母娘说什么 其实就够了 因为默默的支持 没有离开 我觉得你就应该自己醒悟了吧 就是今天节目完以后 到此为止 这个家庭应该回到他的正常的生活里去了 他的生活就是应该像正常的家庭一样 每个人做好自己的工作 至于是什么 你们夫妻自己伤了 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我平时在家里就怎么不善言辞 那今天来到这里 我是终于呢 希望了接下来的这个生活道路上 依然有你的支持 我陪伴 我们今天来了 这么多老师给了所有不同的意见 我觉得我们俩应该各自反省 都好自为之吧 希望在接下来的生活道路上 还是有你的陪伴 但是这个需要很大的容忍力和理解 我希望你回到当年一样 能够支持我 喝知识 长知识 保佑爱情 靠知识 现在让我们一起打开 俊乐堡长知识了 爱的吉祥箱 请开箱 那个是他之前写的歌 我今天把他带过来主要是因为觉得他写的那些东西啊 打比方什么错呀 相爱容易相守难 我都感觉是写我们就特别的负能量 我希望他以后积极面对生活 然后走出这个阴影 你怎么时时刻刻不忘踩他两脚啊 老师不是说了吗 咱们不说了 咱看他 你带的是什么呀 牛奶 啥意思啊 我记得最初的时候 咱们刚在一起的时候 应酬也不少吧 我每次出门他都会给我热上一杯牛奶 虽然我很讨厌喝牛奶 但是我都会忍着把它喝下去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请关门啊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爱奇艺 搜狐视频 收看我们节目的完整视频 来看看这一对如何在相呢 几个意思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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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话说吗 没有 啊 吓唬的啊 是这么一回事 刚刚那个我是想算出来的 但是我一直处在那个犹豫之间 其实还挺爱他的吧 给你预演一下 再这样下去真的就没了 来吧 站在一起吧 你那一生 说你是不是崩溃了 有点 所以你抓紧吧 来 邮车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这当妈的还是 丈母娘还乐呵呵的 看着 她们在一起挺高兴的是吧 女儿没出来的时候 心都凉了一大半 真的是 所以你觉得你女婿有力量 再站起来吗 出来就好吧 让她们以后的生活 幸福美满吧 好 谢谢 你这岳母多挺你啊 来 来 来 成功牵手的男女嘉宾 将获得由伊贝斯提供的 深海纯净水嫩保湿套盒 24小时保湿 实时透水嫩 和知识长知识 保余爱情靠知识 知识孙乃就和君乐宝 长知识了 我们来见证 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没有谁能把你抢离我身旁 你是我的成熟天使 为我能抢占 没有谁能抢占你 就一个建议 你站在家里待着 你想回都回不去 赶紧回去吧 谢谢两位请回吧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各位 谢谢你们 你还需要别的冤枉 要不是你决筹 我一直在决筹 祝这个家庭从今天开始 有一个新的好的开始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请拿出手机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晶云AP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师 进入到晶云中央厨房 让我们一起进入 伊贝斯爱情绑签计 有网友提问说 我和男朋友谈了四年恋爱 如今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可是他依旧吊儿郎当无所谓 答应我的事情永远都会食言 我们总是因为喝酒而吵架 他到底爱我还是爱酒 因为酒喝多了以后 就做了对不起我的事 但是我一忍再忍 如今已经没有时间可以拖下去 和我同龄的 该嫁的都嫁了 可我还在犹豫不定 其实如果看清了他 不靠谱的真面目 就及时止损 不合适的 结了婚更痛苦 我们的节目是由 宝石护肤领先品牌 要宝石伊贝斯冠名播出的 伊贝斯纯积水 纯净宝石 实时水嫩 如果各位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前往伊贝斯的官方微信 或到伊贝斯的线下销售网点 进行报名 感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 收藏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